那如果我们看去年的数据 数据 数据 像颓备的样子 快结束了 Cheers 哈喽大家好我是Jessica 哈喽大家好我是David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 特斯拉这部电车 到底是不是作为家庭最好的选择呢 最近呢我们发现周边 好像电车越来越多 尤其是我们生活的城市在洛杉矶 尤其印象深刻的是 从2018年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看到 在这个highway上 或者是在 local里面就能有人去开电车 而这几年的数字越来越多 最近我们看到 我还特别流利了一下 我们周围开过的车辆 有一次我发现在十辆车里面 就有三辆都是电车 所以电车到底真的 是不是我们未来的发展的趋势 那么下面我们可以看 这样的几个数据 2020年全球的电车 或者油电混合车 在市场上的销量 已经从2019年的2.5% 而瞬间提升到了4.2% 是一个大幅度的增长 尽管是在COVID期间吗 是的尽管是在COVID期间 如果你生活在加州的话 加州政府也非常鼓励 他的市民去购买清洁能源的车辆 政府也给出了1000到4500元 这样的一个补助 那对于特别的低收入家庭 政府还给出了额外2500美金的补助 作为一个对电车不太了解的我吧 也有一些些许的 concern 就像之前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 我也跟David讲过 就是像《Fast and Furious》有其中一部 很多的车 劈里啪啦从那个parking lot 一直往下掉 我觉得好恐怖 这种情况好像就是 据说是hack到它的那个车的系统吗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想到电车的时候 因为它基本上它整个的操作都是通过软体 都是通过电脑 那到底电车的这个安全程度有多高 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呢 也去问了一下Tesla的销售 那这个销售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很有意思 他说Elon Musk在研制出这个第一辆Tesla的时候 他就开了一个全球的这样的展览会 他就召集了全世界最优秀的电脑高手 最优秀的駭客聚集在这里 给他们一天的时间 看他们能否成功的駭客进去这款车 如果能够成功的駭客掉Tesla 那马斯克也承诺 当天就会免费的送给这个人一台Tesla 哇 但是结果呢让人惊喜又失望 没有一个人最终能够駭客成功这款车 所以现实和电影和虚幻差别还是完缘的 啊OK 那我就放心了 其实过去我知道David一直非常喜欢Tesla这款车 我们一直在纠结 其实已经有两三年了吧 想要换车这个想法 然后呢有了宝宝我们就真的觉得 啊可以换了 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 那去换车的话 我当然要去Tes drive对吧 去年我们有Tes drive过一次 不过那次是只有我们两个嘛 这次我们就决定带着Christine 让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去尝试Tes drive这辆车 我们带宝宝一起去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是让宝宝看看他喜不喜欢 坐在里边到底舒不舒服 第二个原因呢 我就想看一看到底这辆车的空间有多大 那么宝宝在坐在后边安上Car Seat以后 他的空间会不会因此而变小 当天我的感受是 其实这个车真的是非常的大 这是我刚刚你提到Space嘛对吧 因为之前我们的车是一个Mercedes 不过是一个很老很老的一个SUV 但那个车一个很好的好处在我看来就是我总是觉得坐在后面的空间非常大非常舒适 所以这次去Model Y的时候就心里想说 一定这个车也要这样大千万不要小这样的话 然后我也不舒服 Christine也不舒服 因为现在我基本上是坐在后面陪她 然后我们去了之后 把这个Car Seat David全程搬到那里去 然后把它全部都弄完之后 Christine坐在上面我真的突然发现 原来这个车的宽度后座的宽度其实是比我们以前那个车更宽的 不过坦白讲它的那个高度会低一点点 对但是我想说高度也不是那么的重要 这个宽度舒适什么的legroom是非常多 因为我坦白讲不是一个高个子的女生 所以说在后面基本上我不太需要太多legroom 可是当中我们有换一次试驾了 就是我有drive然后你在后面 她也觉得很快 嗯对是的 这个后座的宽度真的是超出了我的一个想象 因为像我们之前开的这个车的话 后边其实也是SUV 但是宽度居然也没有Tesla感觉这么的宽 所以我觉得它里边的空间的确是很大 再加上这个电车的设计 它的前后的这个 trunk 都是可以放东西的 所以再加上这两个空间 整个里边你可以放物品的空间 还有人做的空间都非常大 是而且 by the way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Tesla这个车是没有spare tire的 因为它的所有的紧急啊 或者是你需要的售后服务 都可以通过你的手机打电话 他们就立刻来帮助你 所以它没有把spare tire放在你的车上 这样的话又等于省了 trunk 底下的那个空间也可以放东西 像我们就在考虑说未来如果真的带宝宝出门的话 哪怕有一个两个宝宝的时候 你都可以放很多的东西 这个是我们比较期待的 对我还听说有人在Tesla前边 你把前边前盖打开的时候 可以在那里边换尿布 对啊 那个还有人跟我讲说 他会往里面放很多的beer 当作一个cooler beer可以当作一个cooler 我想说 is that good 我想因为这个整个车里面没有汽油 所以放点酒应该也ok吧 I don't know if it's legal or not 但是呢 我自己觉得这个space真的是 是很棒 嗯哼 那在我们试驾当中还有另一个比较惊喜的一点 就是你的脚只要松开油门 这个车就开始降速了 那一开始试驾的时候 还有点不太适应 因为我们通常来讲是脚松开油门 你要踩到刹车 踩刹车的那一刻 车才开始减速 对 但是Tesla它的特点是 你只要只要离开油门 它就开始减速了 我想这一点的设计 也是增强了这个车在行驶当中的安全性 真的非常棒 这个特点我当时也试驾了一下下 我非常的惊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之前我有一个小小的经验是这样的 有一天我带Christine单独出门 为了让她的情绪比较高涨 不会跟我发脾气 因为一直我都坐在后面嘛 我怕它不适应 我就一直开开开开 然后我还会看着后视镜看它 这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该拐弯了 拐弯的时候 我虽然松开了我的加油油门 但是我并没有来得及踩刹车的时候 我就已经撞到了马路牙 然后那个时候一拐进去 突然发现车胎就爆了 然后我们就不得不停在那里 我觉得Christine有一点点被吓到那一次 所以后来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们去试驾 我们去体验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安全的小小的进步 因为如果当时我开的是这款车 然后在我没有来得及踩刹车的时候 它就已经减速了 拐进去 应该就不会发生那个爆胎的事件 是的 这样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真是大大增强了安全性 尤其是家里边有小孩坐在后座的话 因为通常我们在freeway上开车都很快 但如果有车在后边给你开的很快 就是你要怕它去追尾的话 那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立刻去踩这个减速 而去踩油门 但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提前的给后面的车辆 一个减速的一个提示 因为当你松开油门同时 你后背车的减速灯是亮起来的 所以后面车会知道车开始减速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 给出了一个很提前的几秒当中的一个信号 让你的驾驶会变得更加的安全 第三点我觉得相对能够帮助我们有安全提升的 就是中间的那个15寸显示屏 它左半部分显示的都是你的这个车框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好 特斯拉周围是不是有很多的camera 好像在capture周围的环境 对 它为的是全自动驾驶的时候 所以它是左右上下里外全部都是camera OK 所以这一点真的是帮助到我 因为我平常开车坦白讲是一个比较马虎的人 不小心就会突然间偏了那个主道 或者是有一点点歪 尤其在highway的时候 如果你有一点歪真的是蛮危险的 尤其是作为一个busy mom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那种感觉 不小心就啊就恍神了 所以这个车如果它旁边有很多的能够帮助 我知道左右啊甚至后面前面 这些surrounding的环境真的是能够帮助到很多 那经过test drive和一系列的考虑之后 我们最终决定加入Tesla family 耶 在预定和购买过程当中呢 我们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小经验 甚至有一点点小的argument 这倒又是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些tips 如果你愿意了解的话 也欢迎你能够订阅收藏分享 并且点赞这个视频 关注我们的下一集哦 谢谢 拜拜 拜拜